职场真心化的环节 经过刚才的激烈变顿 我们的小姐团成员呢 虽然说各有观点 但是最终在职场真心化当中 要给出一些真金白银的真心建议 来 我们这回先从许蕾开始 其实我今天一开始 我是举了红牌的 我插红牌插的时间蛮长的 到最后 后半场我才改成篮子 因为我觉得一开始的表述 沟通过程中 马姐 你是有一个缺陷 你不太聆听 甚至有时候也不太愿意改变自己 给你一个建议 有些决策 就算最后决策人是您 也不要完全一个人做决策 您可以比方说 跟A组开会的时候 也许带上一个B组的人 或者是带上一个 你们管财务的人 这样让大家互相可以见证 您做的事情是公正的 否则另外一个组永远在猜 您是不是偏心了 对 但如果有一个相对中立的人 他会帮您说话的 这个时候有很多误会 就会被解除 我就不说我们职场 怎么工作了 我想说你们的关系 因为本来就是朋友 所以我觉得一句话叫 得饶人处且饶人 对 其实马姐已经给老丁 很大的一个包容了 老丁在这家公司 也是真心真意的服务 虽然也犯错了 但是人家也承认错误 埋头苦干人不是改了吗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就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对老丁说的是 五十家了 有一个欣赏你的老板 还重视你的情感的 不容易 所以说我相信 您今天的调节 一定是会选择和好的 我想对马姐说的是 您的企业肯定还会走很远 因为职场江湖什么 员工在乎的是什么 不换寡而换不均 您作为老板 您要想到的是 怎么做出相对公平 和公开透明的制度 这样才能吸引人才 留在您这儿 才不会出现老丁的委屈 我是这个场上唯一 亮红牌的 老丁从一个优秀员工 销售冠军到今天 恨不得马上就被扫地出门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觉得更多的是 我们要反省 作为老板的存在 老丁 我也跟你说一句 比如说明天要打卡 要开晨会 我们既然今天向老板 承诺了这件事情 就要做到 我们是老人 连大卫都说 我们一辈的 对不对 要以身作则 老人都别让他别人 别说你是老油条了 以老卖老 不能丢了面子 好的 对不对 好的 钱了 但是我不说后了 行不行 对吧 最后马姐 我还得跟你说两句 我觉得下去啊 尽量咱们别在这个场合上 相见 你在公司里啊 得组织点活动 多请大家吃吃烧好 啥问题 再一顿烧好解决不了 两个肚子 如果解决不了 咱就吃两顿 好不好 一个加吃两顿 对对对 加强点团队之间的交流 好不好 其实我想送给二位的 第一句话 就是非常感谢你们二位 如此信任我们 非你莫属的特别企划 直言不讳 真的如名所言 两位真的都是 直言不讳地提出来 以至于你在指出 老丁跑斯丹的时候 老丁一个五十来岁的 大老爷们坐在这 直跟你求饶 我本来吧 是不想说的 但是有点在气头上 说破无毒 说破无罪 咱们就是直言不讳 对 我想送给二位的 第一句话就是 规则加文化 规则是骨架 文化是关节 光有骨架 没有灵活 那就变成了僵化 光有灵活 没有规则 那就成不了体系 所以说你要理解 它管理企业 必须要有规则 而你也要明白 对待它这样的 在销售方面 有独特才能和能力的人 你必须要施以 一定的灵活 其实段东刚才说的对 您也需要反思一下 一个曾经连续七八个月 成为销灌的人 他走到今天这一步 是你的损失 你不能够让公司 只有一个老丁 你要让更多的人 成为老丁 愿意去做下一个老丁 如果老丁的结局 是这样的话 所有人都知道 在内心深处 我跟马姐 是有一个倒计时的 那么你会面临的是什么 最后变成一个 当地二手房中介的军校 你不断在给别的企业 培养人才 而你却留不住人才 反过来我要跟您说一句 你在不断地呼吁他 为什么这个规则 就不能灵活一点 为什么呢 这个就严格 真要严格遵守规则 你已经没有资格 坐在这儿了 我 天道酬勤 但不总酬勤 有时候仇智 你一个在公司 干了这么多年的人 还在滋滋以求地 跟他说 你把陈慧取消吧 你是真不了解他 还是假不了解他呢 这话如果从一个 年轻人嘴里说出来 我不意外 从老丁你嘴里说出来 老丁 你枉为一个老子啊 接下来我们将有请 老丁和马姐 走上我们的表态区 让我们看看二位 最后是否接受 我们的调解呢 来 有请 经过我们全场的调解 不知道二位最后 会做何选择 接下来在表态区的屏幕上 观众朋友们 您会看到两种颜色 红色代表双方 接受我们的调解 握手言和 而如果出现蓝色 则代表双方或其中一方 拒绝调解 很遗憾我们的努力 失败了 接下来我们倒数五个数 一起来看一下 二位情愫人的选择 其实因为老丁呢 对我军院这么深 这么久 然后呢 我要是同意和解的话 他会不会同意呢 他会有一个 什么样的想法呢 我心里边一直很纠结 能不能通过今天这个事 影响到以后 这个我的工作呀 马姐对我 这个能不能有 别的什么看法呀 猜测不着 猜测说 同意和解还是不和解 请做出选择 好嘞 好 好 祝贺老丁 祝贺马姐 感谢二位接受我们的调解 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来 好